我在這邊還是重申 就是說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埔就在哪裡 中華民國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裡誠懇的呼籲我們的退役將領 不要去中國接受他們的誘惑 還去進行這些相關 可能導致他們各自被洩漏等等這些相關的問題 長官那個行使自衛權的意思是可以直接開槍的意思嗎 我想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有相關的突發狀況的處置規定都在 都規定在裡面了 我想我們會放到 機密切的方法說明 我們已經說明就是說 這個我們是威脅的程度來 和比例性的來行使我們自衛的權利 那相關的這些處置的規定呢 都在我們突發狀況處置規定裡面都有做過一個完整的律定 但是這個部分我想我不以對外來公開洩漏這樣子 所以你說廣州的黃埔 其實我要幫中國闢個謠 他絕對不止100人 只是其他的校友我們看不到 所以中國在廣州的黃埔 你不要辦什麼居住症 養鳥症 駕駛症 沒有啦 真正的校友 只要一住清香 他就回來了 對 就回來了 用飄的 用飄的 所以他的目的其實很清楚 統戰啦 統戰啦 從民國17年以後 這一所廣州黃埔沒有招過一個活的學生 然後原來的校子都被打爛了 都已經被打爛 這是重新做的 所以你看 廣州黃埔百年大會師 唱黃埔校歌級大合照 這不是統戰 什麼是統戰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黃埔百年校信 黃埔在哪裡 神在哪裡 廟就在哪裡 從民國39年到民國113年 74年 所有的神都在鳳山 所以說神在哪裡 黃埔就在哪裡 黃埔在鳳山 所以你說廣州的黃埔 其實我要幫中國闢個謠 他絕對不止100人 只是其他的校友我們看不到 他是用飄的 黃看不到 那樣開天眼才看得到 百年 因為在黃埔 廣州黃埔的這個地方 民國13年到民國17年 只有這三年辦過學而已 那你想 最菜的一個民國17年畢業的學生 到現在為止 應該98歲 98歲 98歲 對 據我所知 都已經呈現了 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 受訊都呈現了 所以說 只有他們會想回去 但是回去 你不用叫他們辦什麼 你看 居住鎮 小山通鎮 禁老鎮 駕駛鎮 銀行卡 這個很糟糕耶 因為他第一站 就是帶你去辦這些東西 對 就是變成中國 銀行卡裡面有沒有錢 沒有 可能會有500塊零用錢 辦完慢慢會 一個月會 也許你聽話 我就打錢給你 我就會會一些 或是你幫我做些什麼事 對對對 你去台灣罵一下于北辰 每罵一次給你五毛 對對 就每罵一筆就加五毛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都需要你的個資 要要要 他會掌握你的所有資料 對對對 所以這些是校友嗎 這些其實嚴格來講 在廣州的黃埔這三年沒有專修班 都是正期 都是正期班 正期是一直到台灣民國39年還沒有 是一直到軍官不足 應該是在民國60幾年以後才慢慢出現 五六十年才出現專修班 所以在廣州的黃埔不可能有專修班 那這次找去的都是專修班的 因為專修班大概都是四年到五年就退伍了 不像我們這種一做做32年 對對對 那像我們這種找不回去啊 所以就請專修班 或者是黃埔的後人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些已經九十歲一百歲的 他的兒子孫子也算黃埔人 對 就是說他到的時候 他到的是他的後代 後面跟著一個嬰兒飄 一個飄在後面 對 所以說其實中國 一縷菸 一縷清菸 好可怕 一縷清菸 那所以中國在廣州的黃埔 你不要辦什麼居住症 養鳥症 駕駛症 沒有啦 真正的校友 只要一住清香 他就回來了 對 就回來 用飄的 用飄的 所以他的目的其實很清楚 統戰啊 對啊 從民國17年以後 這一所廣州黃埔沒有招過一個活的學生 然後原來的孝子都被打爛了 都已經被打爛 這是重新做的 重新做的假的 所以你看 廣州黃埔百年大會師 唱黃埔校歌集大合照 這不是統戰 什麼是統戰 沒錯 對不對 這就是統戰 所以我說 我們現在知道了 他要增加他的國家認同 祖國認同 祖國認同 你們回來 你們是祖國的貴賓 你們是祖國的人 你看 我為什麼要辦銀行卡給你 對啊 我會匯錢給你啊 對啊 辦銀行卡 因為這些專修班 這些專修班的這些前輩 大多數沒有退休縫 他們只做四年五年就退休了 所以說台灣不發退休縫給你 祖國發給你 只要你幫我完成任務 就每次發五毛給你 對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看 馬上姓名給我 性別給我 那有性別 以前不是都只有男生 對啊 只有男生 所以我說有後代嘛 有後代 然後出生日期 居住地址 本人帳片 採集指紋 我們當時立法院為了要指紋 我們還送大法官示疑 你就要把指紋給人家 他們的銀行 銀行帳戶 其實是要掌紋 它不只指紋 是整個 整個掌 完全個資掌握 你跑不掉的 所以短短六天的行程 要求你要開設 中國銀行帳戶 及中國手機的門號 就要掌握你嘛 順位你嘛 然後申請居住證 我去參加一個校圈 要申請居住證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讓你變主國人 他就會變成說 我給你中國人民的各種福利便利做事 讓你的認同回到 跑去中國 你就認為說你看台灣對我不好 祖國對我多好 這就是一個統戰 收集資料 然後完成他家庭脈絡社交 顯著的是執行中國化 看到沒有 就是要讓你變成祖國人 對 那變祖國人 然後學俄羅斯在烏克蘭推行的俄羅斯化 希望把台灣用中國化給你兩童 然後呢 對 包含對 當時俄羅斯包含烏克蘭人的發折 俄羅斯的護照 提供給你俄羅斯的證件 烏克蘭的各種福利措施 他要在台灣做 完全一樣 整個學習 整個copy 然後這些人回來以後對不對 說你看祖國對我多好 中華民國沒有給我終身奉 祖國給我 真糟糕 你的認同就 對 洗過去了 真的被騙了 真的被騙了 所以我們 到底我們有多少人去 跟過去相比 99年 去年99年的校慶 他們繞了 將近400到500人 到中國去 所以搞得非常盛大 說明年百年校慶 我們要找上千人回來 最後不到100人 不到100人 而且幾乎都不是官校畢業生 都不是 都不是 後代 有一些住在海外 他的父親已經往生了 然後父親不在 沒關係你來也可以啦 所以才會有女的嘛 才有女生 所以退伏會主委 嚴德發說沒有啦 我們正統在鳳山 退伍軍人相關的社團 都非常失大體 到中國的不超過100人 所以嚴德發的就是說 這些去的不失大體 你真的是對於台灣不夠忠誠 對中華民國不夠忠誠 對啊 鳳山的從15號開始 大概有超過萬人 這我可以證明 為什麼超過 絕對超過萬人 中華民國的退降大概2000多人 我也是退降 我居然拿不到票 比劉德發的票還難搶 為什麼 因為太多人搶 真的啊 所以我搶不到 我搶不到 對 比台積電的股票還要難買 我搶不到 對 所以你看 哪裡是正統 中華民國的陸軍關小才是正統 對我們高雄鳳山才是正統 搶不到票 大家都要搶 我告訴你 那個搶票有多快你知道嗎 還有沒有票 沒了 所以像我們的退伏 還有我們的國防部 其實都有不斷的 跟這些已經退伍的人 對 跟他們說 這個東西你們要提高警覺 沒錯 就是希望 其實都有去勸說 一定要勸說 因為以前很淡 以前在說兩岸一家情 兩邊都是黃埔 那被騙了 那是統戰 對 所以從去年開始 我們大聲疾呼 廟在哪裡 其實那不是廟 神在哪裡 廟就在哪裡 宰鳳山 所以顧麗雄也講 中華 你看我強調 你不要再講說什麼 顧麗雄是台獨 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埔就在哪裡 顧麗雄說的 對 你不要再貼說什麼 台獨部長 中華民國派出現了 中華民國就在這裡 所以退伍軍人 不要接受中國 這叫中國共產黨 進行統戰 希望大家盡量 支持母校 回到鳳山路軍官校 沒錯 我搶不到票 沒關係 下午開放自由 大家都可以去啦 可以回去看看黃埔埔 裡面兩隻天鵝長得好大 香港人 在不煩走了 在不煩走 老虎 飲